塞西米再一次拿到ASIS 好 直接推掉 打高额桌就应该这么去打 欢迎来到大鹏的州 今天我们带来艾伦凯丁 在哈斯勒娱乐场上的精彩表演 场上的看点不只是艾伦凯丁 还有一位日本美女牌手塞西米小姐 真想和她说一句好久不见 之前没有看到她出现在哈斯勒娱乐场 是因为她来中国玩的 这个还挺有趣的 好 这个比赛的忙碌级别是1000 1000 1000刀 忙碌加起来一共是3000刀 萨西米的起始带入是20万刀 现在轻度水上 来打这样的忙碌级别 带入这样的后手马量 对萨西米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而且场上有安蒂这样的选手啊 和她对抗是很不容易的 萨西米的A3童花 拿到了一个抽坚果花打出一个过牌加注 一方面吃对手气排率的红利 一方面构建这个采池 你缝掉我就收持 你选择靠的话 一旦我击中铜花 能够cooler的对手 查尔斯选择了靠 转排一张五 排面发出了攻队 查尔斯拿到了一个名三条 这样的话 萨西米想通过下注 打掉查尔斯就难上加难了 萨西米看到查尔斯的目光啊 自己都笑了 这个心理素质这么好吗 面对四万刀的下注 查尔斯的名三条是不能拒绝的 这里选择了靠 也没有去加注 阻止对手的抽花 合牌一张草花K 到萨西米 这个绝命不拉夫打出来 要直接退凹链了 那想一下选择了过牌 到查尔斯 无论查尔斯打多少 萨西米应该是 不会给任何支付了 这个牌一旦过掉的话 就是想好要放弃了 查尔斯没有任何 莲香西域的感觉啊 来一手辣手催花 我们来看价值下注的尺度 下注了三万五千刀 邀请式下注 萨西米选择了负牌 查尔斯成功收持 尼卡尔包要睡着了 他今天吃饱了 他前面打的还是比较老实的 因为觉得这个盲中级别比较高 然后得到表现机会的时候 就打得比较疯 然后一下打到水下了 后面拿到了一手A 然后和Santos跑马 赢了三十多万刀 直接干到水上 后面又变身乖宝宝了 就是很多选手 他水上水下完全是两个人啊 如果你打的不是面对面的比赛 你都怀疑 是不是这个操作电脑的背后的人换了 萨西米这手牌拿到了Kings 一手翻前可以直接推掉的优质棋手牌 这样的K是同花选择了Full 到Hanks的A时 一万七千刀 看一个四万四千刀的彩石 这里选择了Cull 他打得不太有纪律性 翻牌 二 九 九 ABB彩虹面 A时杂色去打一个三败彩石 翻后重A 竖踢脚 重10 怕超队 所有的抽顺都是听卡顺 那抽花的话 都必须要是单张成花 所以说E是很小的 只有你击中两队以上的牌 才比较稳 萨西米下注两万五千刀 到Hanks Hanks这里是一个空气 这里如果选择Cull的话 转牌合牌要混合很多的炸虎 想一下剖料 萨西米成功收持 萨西米 你刚才说了 这个手里有三盒子 对吗 我做了 三盒子 你给我看杰克 对 对 这个手里有三盒子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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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尔斯是华人老板 那个萨西米也会说一点点中文 但是我问了 这个他会说的都是那些开车的 和兄弟们会说的日语差不多 所以说交流开车的事咱们够了 查尔斯大毛外拿到了Quiz 开始加注到一万五千刀 诶 这怎么加注尺度这么大呀 这样凌空去打的话 这样的K勾去靠显得很突兀 财师来到了三万六千刀 我们来看翻牌 四 十 二 两张黑桃 查尔斯是一个超队 这样的K勾 一个顶着抽花的面 摇一个后门顺啊 意义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查尔斯下注一万三到JR 诶 我们来看JR 这手牌 选择了靠王以后转牌来一张K 哇 这个牌真的是边打边中啊 完全一个miss两高张 然后扛着抽花的面这里去选择 靠的话太亏了 翻前又是对手加注的 即使转牌出一张K 对手也有这个KX好踢脚啊 那JR面对这条鞋的下注 选择靠显得很轻松 合牌一张草花舞 查尔斯的牌有碳牌价值 在前面选择了过 到JR JR这里冲一个圈圈勾勾 还有带十的组合 需要一个价值 下注29,000到X24 选择了靠 这张成功收持 这张这手牌打得太飘了 就这种牌打下来 真的是信心大振 然后你也感觉他打得很棒 然后入咱们的集锦 咱们观众也看得很过瘾 但实际上大家在打牌的过程中 这种牌可以有 但是一定要少 它不是一个特别好 特别优质的盈利模式 好 塞西米再一次拿到Asus 这是塞西米 上来打着一个多小时牌 第二次拿到A 然后还拿了一次KK 加注以后两位选手选择了 靠我们来看Hanks的A圈 能不能给一个台阶打出一个三拜的 太好了 这位选手是目前场上最上头的选手 他也是这张桌子上目前水下最多的选手 但是和Santo是去比的话 不是一个两级 塞西米点码了 这里可以分两步走 如果选择靠的话 彩石就已经是74000刀了 然后自己的后手马量是不到15万刀 再打一个满池的话 这里的加注就应该在10万刀左右了 好 直接推掉 打高额桌就应该这么去打 Hanks选择了靠 这手牌被压制的死死的 方片上的发色也是被压制了 这哥们真上头 像西米是越级来打这个忙碌级别的 他的形象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会比平时打得更紧 你怎么能拿A圈杂色 在不套时的情况下去接对手的凹脸呢 你指望对手是A勾吗 A圈能赢什么all in的手牌 A勾吗 翻牌537 没有圈 转牌一张K 应该是Joyne的了 第一次跑马 Sashimi凶 我们来看有没有第二次 好 我们来看第二次 避开圈 避开圈 9 勾2 两张红心 转牌一张草花4 避开 这里不需要避开任何牌了 合牌一张2 这样的话Sashimi成功收持 马量翻倍 从起始带入20万刀 现在马量来到了36万8千刀 恭喜Sashimi 这个真的是Easy Money 就是打的比较简单 其实AA推掉是很容易的 但是不容易的是 在你没有拿到AA的时候 在你水下的时候 你能不能认认真真的去打牌 很有纪律性的等到这一手牌 这个是对每位选手来说都不容易的 比如Hux这手牌输的就很亏啊 如果长期你推奥印的手牌范围是AKK 圈圈AK A圈杂色 那Sashimi推奥印的手牌范围是AKK 然后混合一定的AK铜花 那长期推下来你是不可能实现盈利的 这个A圈打的太没纪律性了 还有就是打扑克啊 其实体力也是一个自己的优势啊 Hanks走掉了 其实你不走啊 留这十万刀回家打车多好啊 我们来看目前场上的盈利情况 那第一还是Professor已经走了 第二是中国老板查尔斯 22万6千刀 Sashimi已经是水上了16万1千刀 非常好 Hanks是水下了接近40万刀 也是离桌了 那一手推奥印之前的话 他没水下多少了 也就是20万刀左右 然后他之前输最多的时候是四五十万刀 其实大部分已经捞回来了 如果说你的心态好一点 今天输个小20万刀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相比较现在这个结果肯定是非常好的 然后打这个高额桌啊 这一周啊 那查尔斯是打了第一天 他第一天输了巨多 输了70多万刀 把那个Santo是带入的筹码全都借过来以后 都不够 然后这个系列是回了一些水 然后在第一天的比赛中 Santo是试水上 然后结果这个系列里面是直接输了110多万刀 就如果你打一周啊 长期打下来 这些老板还是干不过这些牌手的 比如说像Andy啊 JR这种选手 JR打得也很棒 真的是很棒 在桌子上有盖哥 Andy的情况下 人家依然是能够大杀四方啊 非常厉害的一位牌手 彩时来到了58000刀 转牌一张草花疤 牌面发出了攻队 查尔斯拿到了一个名三条顶踢 这个牌大概率还是领先的 但是不容易保持住 因为牌面听牌太多了 合牌但凡给一个这个三条啊 攻队啊 黑桃啊 都是查尔斯不想看到的 所以这种牌一旦打一枪 把对手打掉 能够直接收持 是一件好事 Andy的66要加注了 Andy这个加注是比较创造性的 就是说无论从我们正常打牌的角度来看 还是任何扑克教练教你的角度来看 他都不会教你拿66在装位 这是一个超抵队 牌面发出攻队的情况下 打出一个加注 Andy这手牌加注的想法就是 第一大家后手马量很深 第二我有位置优势 第三就是合牌 补很多牌 我都可以去布拉夫连开两枪 所以说才打出一个加注 但是我依然不觉得这个加注是 特别稳的一个盈利方式 这个如果你合牌处理不好的话 大家可以不要这样的价值 放弃这样的EV 也是没问题的 别人继续 我这就是质量的 这就是质量的 MING PAO TORONTO